今天我们来到社团法人台中市龙人协会 跟台中科技大学商业设计系 共同研发的首语梢发表记者会的现场 那我们一起来体验视觉和味觉的享受吧 为了培养听障者的就业能力 拉近大众跟身障人士的距离 2022年4月26号 台中科技大学有一场首语梢的发表记者会 这次台中科技大学商业设计系 社团法人台中市龙人协会跟明道中学餐饮科 一起跨校产学合作 研发制作视觉与味觉兼具的首语梢 台中科技大学校长谢骏鸿说 把鸡蛋糕做成造型独特的首语梢 就是希望把首语融入日常生活当中 也增加听障朋友的职场专业技能 那来借我们台中科大商设锡来设计这个包装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呢 把台中市的一些民产 包括麻衣 咖啡 还有这个地瓜 还有这个 希望这样一个在地的产品能够经过经济的设计 包装能够推广到台湾全国去 让明道的课程可以更精彩 那另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跟农人协会协助 然后推动这样很有意义的活动 我觉得从老师到孩子 他们都非常有感受 我觉得会非常的很好 我觉得很棒 台中科大商业设计系副教授洪奇森强调 今天制作发表的手语烧 是在明道中学餐饮科老师跟同学的合作指导下 一起用大甲芋头 沙露地瓜 东式咖啡 雾丰蜂蜜作为内馅 还混合台中市农会豆奶卡士达酱 再放入南屯蚂蚁做的面糊外皮 终于做出味道丰富又有层次感的独创性小吃 有四种口味的手语烧 而且包装以插画的方式呈现 你好 谢谢 对不起 我爱你 等四个日常用语 洪奇森说 手语烧提高一般民众的兴趣跟好奇心 让更多人了解并且推广手语文化 那我们在学校里面呢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能够让设计 它成为一个社会服务的一个工具 所以让学生他们在 一开始接触设计的时候 就有机会能够去做到 社会服务的这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这一个 是我们在推动教育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在这场手语烧的记者会中 台中科大商业设计系 -23DB设计团队的同学说 -23DB是目前科学家证实最安静的真空空间 可以完全清楚听见内心声音 而鸡蛋糕是日常街头美食 所以他们设计结合着两种元素 让这项社会公益活动服务有话题性又有趣 只要让多一个人认识手语 就会多一个沟通跟传递爱心的机会 记者陈文旭 肖朝权 李佳金 台中报导 北 long road 叶守队 成为日常 子努 今天 我先走了 祝你 esperar 我先把 感谢观看